继续上课 教材165页 原文 最下边的原文 是讲的 并弃传变 并弃传变 极弃机理 这是百病史生的 第三段 我先读一遍 是故虚邪之众人也 始于皮肤 皮肤缓 则奏里开 开则斜从毛发入 入则底深 深则毛发粒 毛发粒则息然 故皮肤痛 流而不去 则传舍于乐脉 在乐之时 痛于肌肉 其痛之时息 大经乃代 流而不去 传舍于经 在经之时 撒息喜经 流而不去 传舍于书 在书之时 六经不通四肢 则肢解痛 腰疾乃强 流而不去 传舍于浮冲之脉 在浮冲之时 体重身痛 流而不去 传舍于肠胃 在肠胃之时 奔翔腐杖 多寒 则肠鸣 则肠鸣 肾不化 多热 则唐出谜 流而不去 传舍于肠胃之外 磨缘之间 流注于脉 积流而不去 吸而成疾 或注孙脉 或注落脉 或注精脉 或注疏脉 或注于浮冲之脉 或注于吕金 或注于肠胃之魔源 上连于缓金 邪气淫移 不可胜论 这是讲了病气的传变 又讲呢 他为什么出现了 这样一些症状 讲病气传变 及其激励 邪之众人也 先始于皮肤 这还说到外邪啊 外邪侵入人体 首先侵入到皮肤啊 皮肤为人之表吗 可说是皮毛啊 皮肤缓 这个缓 是指着松缓 不坚固 也就是表虚的意思 皮肤缓呢 缓是指松缓 不坚固 是表虚 因为邪气 重于皮肤了 使得表气虚 这奏理开 表气虚这奏理开 奏理开这邪从毛反入 因为表虚了 所以邪气就侵入了 邪气侵入了 所以表就虚了 表虚了 邪气就就侵入了 这俩常常是相互联系的 要不怎么贵之汤正 有太阳中风 是表虚呢 中个风才表虚 先虚才中风 这俩啊 有的时候是不好严格的分开 当然一般的说是先有表虚 邪气开了 这个奏理疏松了 奏理张开 所以邪气从毛法而入 最从最表入 入着底身 到毛法之后呢 他可以到达毛法的身部 抵达于身部 抵达于毛法的身部 身的毛法力 因为邪气抵达于毛法的身部 所以毛法竖直 内经上在不同的地方 有这种解释 则毫毛毕直 头发都立起来了 毛都毫毛的直起来了 毛法力则西然 毛法力的这个时候 就出现怕冷的现象 西然是怕冷的一种样子 因为毛法力了 实际上就胃气 已经不能正常的温虚了 胃气受到邪气干扰 就不能温虚基辅 所以出现怕冷 出现怕冷的样子了 故皮腐痛 所以这时候也可以出现皮腐痛 皮腐痛也是由于气血不通畅啊 由于含血导致了气血运行不畅 故皮腐痛 总之总之这是在皮毛 一开始 血气在皮毛 血气在皮毛 所以出现毛法力 可以出现皮腐痛 这是由于 气不能温虚 气血不能运行于皮腐 因此出现了 不寒 皮腐疼痛 这是在最基表 但是在表最表层流而不去的话 就传舍于乐脉 从皮毛就传舍到乐脉 相对的深一点 在乐脂时痛于肌肉 在乐脉的时候 血气阻塞乐脉的时候 可以出现肌肉疼痛 上面不是皮痛吗 在皮毛时候皮痛 到乐脉时候就肉痛 又深入一步 同样是由于血气阻止了乐脉不通 气血不能温养于肌肉 而出现肌肉痛 在肌肉痛的时候 有时息 有时停止 就时痛时止 因为在乐脉嘛 病也很轻微 相对来说 病还是很轻微的 所以呢 其肌肉痛 有时痛时止 所以说其痛之时息 大经乃代 大的经脉 也可以代之受邪 也就是从乐脉啊 可以影响到经脉了 其痛之时息的时候啊 大经 大的经脉 就是乐脉 比乐脉大的经脉的时候 也可以受到习气了 代之受邪 代乐脉受邪 还流而不去 在乐脉 流而不去 本来也可以影响到大的经脉了 相对较大的经脉了 啊 再流而不去的话 就真的入舍于经了 那就不是代 大经乃代的问题 不是代乐受邪的问题 而是直接传入经脉 邪系直接传入经脉 说在经之时撒吸洗经啊 邪系在经脉的时候啊 这个物寒程度就重了 不但是吸燃了 这是撒吸 像冷水撒上以后 这个物寒那种现象 洗经是出现了 情质 神质方面的改变 为什么出现神质方面的改变呢 这到经脉了吗 因为经脉都通于脏了 十二经脉都内通于脏腑 十二经脉内通于脏腑 所以经脉受邪 不但有撒吸物寒 同时还有洗经的一些症状 教材有注释 洗经在泰素做善经 容易受精 精神出现惊恐不安的症状 不单是物寒怕冷 还有惊恐不安的症状 物寒怕冷的道理是和 这个吸燃寒 斜在皮毛的吸燃寒的道理是一样的 同样都是由于胃气 不能发挥温序作用 洗经是由于经脉内联脏腑 所以斜到于经脉 影响到脏腑之气 而出现一些惊恐的症状 如果还留不去 就传舍于书 这个书 就是下文还谈到的大 还谈到书卖了 这个书就是指太阳经的背书 太阳经背部有很多的书卷 五脏六腑之书都在背部 太阳经的 太阳经的 因为什么呢 首先说传入到背书呢 先要承入到太阳经呢 因为太阳是一身 主一身之表 主一身之表 主一身之阳气 太阳就叫巨阳 大阳 它主持一身的阳气 表就属于阳 所以太阳主一身之表 因此呢 传入于书啊 是传入于太阳经的背书 这个背部书卸 可就更内同于脏腑了 在书之时六经不通四肢 则直解痛 邪气在大经的时候啊 导致了经脉不通畅 因为六条六经啊 三阴三阳六经都通于四肢的 对不对 守三阴守三阳 足三阴足三阳 都通手足四肢 所以经脉受到邪气的侵袭 而经气不通 因此出现肢解痛 腰脊乃强 腰脊乃强啊 这个还是讲的主要是太阳经的症状 因为太阳经的经脉 过腰脊吧 从头向腰脊吧 乃至于一直到于下肢 小指外侧 所以腰脊强这症状 主要是讲的太阳经的症状 但六经都通于四肢 这是不错呀 三阴三阳 守足三阴三阳六经 都是从四肢的 但是腰脊强 主要是讲的太阳经脉的问题啊 还留而不去 那就不单是在六经的 而传入到七经的充脉 传涉于浮冲之脉 浮冲之脉就是充脉 就太充脉 充脉是一身经脉之海 充脉是经脉之海 是藏血最多的经脉 因此充脉这经脉 我们在讲经脉篇 简单的提过 它是分布最广 上行的 有分布于腹部的 有行于靠背部的 上行的就是主要干支就两支 还有下行的 下行又有分支 所以充脉分布最广 藏血最多 因此又叫血海 充为血海 充脉又叫血海 又叫经脉之海 或者叫十二经之海 那么因此六经兽邪 还不去就传入到 经脉之海的充脉 在充脂时 邪气在充脉的时候 那不影响全身了 而且充脉巡行 有行于表的 还有行于礼的 它分布最广吗 那不讲充脉是肾诸阳 灌诸阴吗 诸阳经 诸阴经 都得到充脉的滋养 灌肾 所以再充脂是身 体重 身痛啊 全身的脚都沉重 而且疼痛 影响到全身各个经脉了 再留而不去 就传涉于常卫 到充脉了 还没去 就传入到常卫了 在常卫之时 奔降腐杖 邪气在常卫的时候出现 奔呢 就是气冲 气上冲的意思 或者叫气密 想啊 就是腑中又作响啊 腑中账满 腑中作响 这是由于气密所致 气密啊 其实还是跟充脉相关的 因为充脉就有上冲的意思 所以从充脉传入到常卫 导致常卫之气逆乱而上冲 因此出现 辅诈 常明 这个奔呢 是肠也可以 明气 胃也可以响 总之是气上冲所致 导致肠胃的气机紊乱 肠胃紊乱之后 就可以出现多寒 则肠鸣训泄 出现两种情况 尽管是肠胃气机紊乱了 如果是寒气多的话 就可以出现肠鸣训泄 食不化 训泄就是食不化 食不化的泄泄 所谓属于骨盒为之训 顽骨不化的泄泄 多热则糖出糜 肠胃功能紊乱了 但是以热血为主的话 大便虽然糖 但是糜了 嗅 臭味很大 所以多热 这糖出糜 大便糖蟹 糜了 饿嗅 在肠胃流而不去 这传适于肠胃 传舍于肠胃之外 这就有点特殊了 好像我们一般的说 那从脾到勒 从勒到精 从精到腹 从腹到脏 从脏到骨髓 这样才是船 那是一种船 但是不要固定死了 也有不那样船的了 它就从肠胃 就传到肠胃之外了 那从里又有点向外走 外到什么地方呢 磨缘 肠胃之外 磨缘之间 磨缘就是半秒半里啊 脏腑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磨缘 那就磨缘 又属于半表半里 但是总体位置上 总体位置上 不是说只在这里 最多见的磨缘位置 批胃以磨相连耳 我们讲过 他也是讲的磨 也是属于磨缘 所以这个后世医学家 明代的吴又可 在瘟疫论上讲 磨缘说 腹进于位 还是在位的腹建 因此从肠胃 邪气传出来 从肠胃出来 就传到肠胃之外的磨缘 留着于脉呀 留着于肠胃之外的经脉 或者是血脉 在磨缘 在血脉 肠胃之外 再急流而不去 这个急流就停留下来了 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了 前面是流而不去 就传了 这是急流下来 比较长时间 再停留下来了 急流而不去 吸而称积呀 吸是生长的意思 是停距的意思 生长也可以叫做吸 停距也可以叫吸 停距吸就是吸指 停止的意思 生吸 那个吸就是生长的意思 所以这一个吸 可以有两个意思 停留下来 而生长为什么 机块 就结成病块了 或住于孙脉 或住于乐脉 或住于经脉 或住于疏脉 这就是说 血气停留的部位 不是很多吗 前面已经讲到了 停留在不同的地方 有的在孙脉 有的在乐脉 有的可以停在经脉 有的可以停在疏脉 也可以停到 俯冲之脉 上面都说了 也可以停于吕筋 吕筋呢 还是讲的 背吕 脊吕之筋 主要还是膀胱筋的部位 喝住于肠胃之魔源 上连于缓筋 上连于缓筋 缓筋是指阳明之筋 府内的阳明之筋 阳明筋的筋 阳明不是经脉 有经筋吗 缓筋是指府内的阳明之筋 邪气引以不可胜论 虽然说是有这样传遍 讲了 从这个皮毛到乐脉 到经脉 到冲脉 到阳明 到肠胃 然后又到摩原 讲了很多了 但是还说 邪气引以不可胜论 我虽然举了这么多的了 但是还有很多很多 不是说只此而已 那就是说告诉 告诉医生们呢 我给你们讲个基本道理就是了 邪气传遍 还有很多种 不要以为 从魏肠 假设说 就魏肠到摩原 魏肠不会到别处 可能吧 魏肠也很可能传到藏去 有可能 但是这里呢 只是说 从传到摩原 传到摩原 然后长成几块病 摩原之外 成了几块病了 所以至其引以不可胜论呢 这一句话 其实很有提示的作用 告诉你们 我给你讲的基本道理 有这个道理 有这么传遍 其实呢 邪气引移扩散 还有很多传遍 会出现很多的症状 传遍到不同的部位去 这样的话呢 就是很全面的问题 而且也确实是事实 这个疾病的传遍 不只是就 我们给化定这框框 它就是这框框 不可能的 还有很多种 但是毕竟 这是一个主要的思路 是分析疾病 传遍 认识传遍肌理的一个基本思路 至于临床应用问题 那当然 医生本身 还要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之上 那么自己要灵活的掌握 要灵活的运用 这些基本理论 看讲 就就到这 下面看这个林郑指药 林郑指药的第一个问题 谈到邪气所伤 部位不同 症状表现各异 邪气侵犯不同部位 出现不同症状 当然在本段也讲了 关于一些激励问题 侵犯到皮毛 就毛发 竖直 皮肤疼痛 侵入到经脉 就出现肢解痛 腰脊强 充脉 就可以引起 身重疼痛 若到肠胃之重 就出现奔降腐胀 训泄不化 或者是汤出谜 如果呢 出外到摩原 与血脉相宁记 就可以出现肌块病 而且教材还举例 比如 疼痛医症 病邪相同 均为寒邪 寒邪刻于绝音之脉 就表现为邪类 与少府相隐儿童 寒邪刻于背书之脉 就可以出现心背 心与背相隐儿童 寒气刻于阴谷 就可以出现少府 与阴谷相隐儿童 所以辩症啊 不仅要辩明病因 还需要辩明病位 这是又举一些的 有关的 病位和症状的关系问题 这个林郑只要的第二点 是讲邪气流连 日久转化的问题 病邪酒流 随着人体 一样胜衰不同情况 而发生转化 本段涉及到了一点 涉及到哪呢 比如邪气 传承到肠胃之中的话 就多寒则长明迅蟹 食不化 多热则唐出谜 这个寒与热 不见得是外些寒 所以如果感受外寒的话 就长明迅蟹 感受到外热的话 就唐出谜 这不见得 这是主要是讲 邪气侵犯到人体之后 它可以转化 性质 邪气性质 可以发生转化 或者发生变化 怎么变化来的 还是根据人体的 病人 个体的情况 除了邪气之外 转化本身 还是根据病人的 个体的情况 主要是体质的情况 这个体质的情况呢 最常见的 还是阳胜体质 还是阴胜体质的问题 如果这个病人 是个阳胜的体质 那么即使感受寒邪 他很可能就转化成热 到体内 过一段时间 就变成热邪了 同样的体内 如果是阴寒体质 即使感受的热邪 他也可以 邪气也可以变成阴寒 当然感受寒失之邪 他就更是寒失了 所以这个 多寒 这长鸣迅蟹 实不化 多热 这长出迷 这里含有一个邪气 到体内发生性质改变的问题 所以此多弱多寒 明显的是指着阴阳偏盛的不同体质 阳盛之指 则病化为热 大便稀薄 泥烂 而且嗅惠 属于热邪之类 阴盛阳虚的体质 则病从寒化 表现为顽骨不化的训泄 伴有长鸣腐杖 属脾肾阳虚 渐运无乏力 故病学随同 因患者体质不同 其症可窘异 此对一家临正 临正是不可不查 所以我一开始在讲病因这一章的时候 就提到病因的相对性的问题 这个病因到体内之后 它是和人体有关的 甚至和人体的随着人体的体质 它的性质可以发生改变的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观点 而是也是一个中医的理论的一个特点 是吧 中医是不是针对病因治 当然是针对病因治 但是中医所说的针对病因 有的是那个直接治病的因子 有的就是根据症状分析出来的 它是热 它是寒 它是风 是根据症状分析出来的 是 那个病因就和真实的那个直接治病因子 就不完全是一回事 这临床很多见的 同时在这一端当中呢 刚才我提出来过 就是疾病的传遍过程的问题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它在肠胃之中 然后可以传到肠胃之外 这是我们在一般讲基础理论的时候 甚至讲内经的时候 这种情况不多 那好像传入到腹 就该传入到 不会别的传吗 不可能的 这里就提出来 从腹传到外 只有从腹传到外 有的时候病还可以治 特别有一些个外感性的疾病 到体内深入了 那么后世有一些治法 就慢慢的从瘾给透血 从血透气 从气给它透出来 它又不能外出 这怎么治得了 所以它本身得有这种趋向 有这种趋势 我们医生才可以借助药物的力量 针灸的力量等等 治疗措施 引导这个邪气 从里可以排出来 不是说它只能从表入理 就不能从里出表了 那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 看着很简单 从肠胃之外 又到摩扬完出来了 就是这样 事实是有这种现象存在 我们医生才可以根据这种 客观存在 采取 也是一种相对相应的来说 叫做因事利导的方式 才可以把邪气从里排出去 不然你就没办法 他只能向理 所以这个 在林郑的时候 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不要死死的认为 邪气就是要从表传理的 这点呢 虽然是一句话 但是从含义上去理解 是很值得重视的 那要不在治疗麻疹 不过去 现在麻疹很少见了 治法当中不还有透疹吗 把他从里给他透出来 透就向外透啊 因为他具备这样一种情况 你才可以透出来 引导他 让他出来了 别再往里去了 给他创造一个 像外出的这样一个道路 这是关于林郑指药的问题 哎 确有这种情况啊 有些看似很难治的病 确实病在于理 但是就从理治 不见的效果就很好的时候 应该想办法 给他往外透一透 或者说 经过什么办法 让邪气 往外出一下 不要说邪在离 我就使劲之离 出了解读 就攻下 就活血 就化欲 不见得 不见得就对 还有没有办法呢 应该思考 所以这个是一个理论 而且这个理论问题啊 后世有应用的 有把理邪 让他引到魔源 从魔源 再给他引出来的 有这种治疗措施 这不都是从这个 内经的理论当中 体现出来了吗 这个问题 好像是 起码在这个 在我们学习中医的过程当中 从老师课堂上 讲的是很不够的一个问题 因此在一些初学中医的医生 或者同学们的脑子里头 印象不是很深的问题 所以值得强调 提请重视 这是第三段 下面讲第四段 167页 这一段呢 是讲机块病 生成的病因 与机理 现在临床上说的肿块 肿块 内经是叫肌块吗 肌啊 肌还是对啊 肿块是一种现象 肌它是包含病肌在里头了 逐渐积累起来的 肌块病的生肌块病生成的病因 与肌理 我先读一遍 皇帝说 黄帝约 秦志史生 志气以成乃何 其伯约 秦志史生 得寒乃生 绝乃成稷也 皇帝约 其成吉乃何 其伯约 绝气生足闷 闷生锦寒 锦寒 则血脉凝色 血脉凝色则寒气尚入于肠胃 入于肠胃则成胀 成胀则肠外之止末 颇具不得散 日以成绩 粗然多食饮则长满 起居不解用力过度则乐脉上 阳乐上则血外溢 血外溢则溜血 阴乐上则血内溢 血内溢则厚血 肠胃之乐上则血溢于肠外 肠外有寒 止末与血相团 这是团子 止末与血相团 则并和凝聚不得散 而继成矣 粗然外重于寒 若内伤于忧怒 则气尚溺 气尚内则六疏不通 温气不行 宁血运礼 而不散 今夜色肾 拙而不去 而肌接成矣 这肌块病 形成的肌理 当然这肌块病的形成了 看来这段讲的 主要病因是有寒的 有寒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 所以说 基之始生 至其已成奈何 是怎么产生的 是怎么形成的 也就是怎么长大的 形成了 长大了 这怎么个过程 什么个道理 习博回答说 基之始生 等寒乃生 首先 邪气 最主要的一个邪气是寒邪 绝乃成继 绝就密 寒气 这个 寒邪绝逆于上 导致气血也逆行 气血 淤质 又逆又 又逆乱 又逆质 寒邪之气 上逆 导致了气血 拥质 逆乱 为什么说寒邪 从上逆呢 因为本段一开始讲了 寒师啊 轻时喜须 并起于下嘛 他先从下边受的邪气 再往上 这本段的思路嘛 他一开始讲了吧 当然寒邪也不见得 都是从下的 但是呢 寒是导致气血 凝质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错的 过去我们前前篇 前面两篇讲过的 血气者 喜温而勿寒嘛 啊 有寒就色而不成留 温子消而去之嘛 寒子色而不成留 温子消而去之 所以这里还是讲的寒 因此从内经那个角度看 内经时代的那个思路看 导致气血凝质的 外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寒邪 治疗气血 凝质不通的话 一般说要注意温散 通血脉 即使化为热了 你在用凉药的时候 还得要用点温通药 不然的话也是通不了 黄碧月七成鸡那盒 他怎么要形成的 这个病因是寒邪了 他怎么样成的鸡块病呢 觉气生足闷 觉气就是寒逆之气 寒气逆乱 寒逆之气 觉气生足闷 闷呢是指着活动不利 足闷就指着下肢活动不利 因为刚才我说了 本段开始就讲了寒室之邪 病起于下 所以寒邪的逆乱之气 先导致下部 足部下肢活动不利 闷声井寒 下部活动不利呢 也可以出现了下肢 井是小腿部了 小腿部的寒冷 变凉 净寒则雪脉凝色 小腿部寒 那小腿部的雪脉也凝色 雪凝色则寒气上于常位 雪脉凝色不通了 寒气呢就向向行到常位 入于常位的时候 其实前面讲了 前面讲是从表 邪气传入常位 这是邪气从下传入常位 上面不是从毫毛吗 然后勒脉经脉 浮虫之脉 然后到常位 到常位了 这个是说 寒气从向 直接传入到常位 入于常位的称障 前面是入于常位的奔享 辅诈 这就称障 称障 在常位之脂膜 颇具不得散 常位称障了 常位之外的脂膜 受到影响 也就气质 足于常位之中 而使常位之气 也因之而育 常位里边的气质不颤 常位之外的气 也不能通常 内外是相关的 内外是相互联系的 不会说常位之中 病很重 常位之外气很畅 不可能的是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内外是相连 相一致 相互影响 相互相通的 所以常位称障 常位之脂膜 也颇具不得散 这个颇呀 教材解释说 颇使得颇 可以 第二个解释 颇也是颇的意思 在内经里头 这三个字经常一块用 当然了 做厚薄的薄的时候 也有少 多半是做这点运气 颇具 相互薄接 常位之脂膜 相互接具在一起了 薄 颇具吗 所以 婆史也可以解释 这个 搏斗的搏也可以 搏具 而不得散 搏具 纸墨 搏具 不得散 那不就凝结了吗 具不就凝结了吗 凝结是什么呢 纸墨凝聚 不就是所说的谈吗 内经书没有谈了 这意思我们后人的话来说 这就凝聚成为谈了 凝聚成为谈 如果再凝聚的话 这就成为谈和了 就成块了 块就是和了 肠外之后 肠外之脂膜 凝聚不得散 就凝结为谈 或者是凝结为谈和 和本身就块 日以称基 这逐渐的就成为块了 就单纯的 邪气导致 那个肠外脂膜 凝聚不散 就可以接为谈和 成为鸡块 可以了 但是下面还谈到了血的问题 颇具不得散就日移成绩啊 逐渐逐渐的就变大了 就成了鸡块病了 日移不就是一天一天的吗 随着时间的往后延长 老是经常的颇具不散 那鸡末就逐渐越接越大 成了鸡块病 下面是讲的血脉的病吧 粗然多食饮 饮食过度啊饮食不当 做肠满 突然的吃多了喝多了 可不就是导致了胃肠满吗 这是邪气啊 不是从外入了 不是含邪从外入的 而是直接生于内了 从肠胃开始了 直接在肠胃啊 突然多食饮 寻致了病激 寻致了气急逆乱 可不是病直接就在胃肠 所以突然多食饮 做肠满 起居不解 用力过度 生活起居不解 不知解质 或者是用力过度 就可以寻致肠脑 都可以寻致肠脉受伤 突然多食饮 肠满 起居不肠满呢 其实肠中肠脉也会受伤 食饮不解 突然的食饮不解 使得肠满 肠中肠脉脉 或者胃肠中的肠脉也会受伤 起居不解 用力过度 这个肠脉伤 就伤的范围就更广了 脏腑经脉都可以受伤 如果起居包括防劳的话 肾脉也会受伤 用力过度 那么可以伤腰骨 也可以伤别处 腰骨的问题我们提过了 因而强力 肾气乃伤 高骨乃坏 这不也是强力吗 还有 这个 咬体劳苦 病伤于脾 经脉别论 我们也讲过吗 咬体劳苦 病伤于脾 那么也是劳苦吗 这用力过度 所以 起居不解 用力过度 可以伤 伤很多的 经脉 乃至于内脏 使得肋脉受伤 经脉和肢体的肋脉 脏腑的肋脉受伤 阳肋伤在血外溢 阳肋是指在表在上 在表在上部的肋脉 受伤的话 就血外溢 所谓血外溢出现什么症状呢 就会出现 就会出现 溢血 溢血 鼻溢舌溢 耻溢 甚至于肌溢 就是皮下就出血了 鼻溢是最常见的 牙齿也可以溢血 舌头也可以出血 酒窍都可以溢血 但我说了 鼻溢是最常见的 但是呢 既然外出的 上窍出的 或者皮肤出的 这是属于羊乐伤 羊乐伤在血外溢 血外溢 溢血 溢血是鼻溢 肌溢 等等溢血 阴乐伤在血内衣 病伤于 内 乐脉 内部的乐脉受伤 或者说是 这个下部的乐脉受伤 阴是指着下部 或者里部嘛 则血内衣 那么血内衣 则厚血 则容易出现大便的出血 刚才说了 乐脉嘛 突然多失隐的肠满嘛 直接就伤到肠胃了 那么肠满 肠的乐脉伤 就可以出现厚血 那算离 不算表 所以 阴乐伤 则血内衣 血内衣则厚血 肠胃之乐伤 这还有 还有肠胃之乐 上则血印于肠外 还可以抽到肠外 肠外有寒 指墨 与血相团 刚才说了 肠外指墨 被寒血 颇具 不得散 而凝聚 我说成为 弹河 可以是一种 同时这又提到 肠胃 肠胃 肠胃这个 肠脉受伤的话 血可以溢到肠胃之外 肠胃外边又有寒 指墨与血相团 团也是 结合在一起 凝聚 就是为团 这不单是指墨的问题了 上面有指墨受寒之后凝聚 这又说血 又和指墨凝聚在一起了 这并和血与指墨 并和凝聚不得散 而积乘一 这个积块 就更大了 这积块 不单是指墨 不单我所说痰的问题 又加上血了 淤血而成块 这不是成积块病了吗 那么积块病 现在看来有两个成分了 一个是血 一个是植墨 也就是痰 又痰又淤血 突然外重于寒 如果突然受到外寒 是一种原因 或者是内伤于忧怒 或者内优情绪导致的 其形 特别是忧怒 做气上腻 使邪气 使得人体气机上腻 上腻当然就成为邪了 气上腻 则六书不通啊 六经三阴三阳 的书血都不通畅了 温气不行 温气就是阳气啊 邪气上腻 或者含外重于含 内伤忧怒 使得气机逆乱 六书 六经的书血都不通畅 所以阳气也就 不能正常运行 凝血运礼 而不散 运礼的礼 在太速上做果 因失守如果 那果 血液凝色 孕育着 包裹着 而不能散 什么不能散了 血不能散 金叶不能散 气不能散 金叶色肾 这金叶也不能够正常的代谢了 色肾呢 叫他有注视 色肾 假以经做凝色 金叶也凝色 金叶其实肠外之指膜 也是肠外之指膜 也是金叶一类 金叶不得散 你看 金叶刚才说了 肠外指膜和金叶是一类 金叶指膜血 鱼血 气 凝聚在一起了 气血 金叶 凝聚在凝聚了 不得散 就成了邪气了 住而不去 停留而不去 积而成一 而积成一 这就成了积块病 积块病呢 在本篇所提到的 原因主要是有寒 又有粗燃多食饮 又有取疾不解 用力过度 还有这个忧怒 其情 情绪之病 这么多原因都可以导致 气血 金叶不能不散 而凝聚在一起 气血 凝 血也治 金叶也不散 都结合在一起 叫做 凝血 凝血 孕果而不散 果建在一起了 成了个积块病 你看这个原因很多 但是最后呢 是由于气血 基叶的凝聚 成了血块病 这是本段 关于疾病的生成 与病因的问题 激励的问题 那么正是由于这样吧 这么多原因所造成的 因此我们中医在治疗 几块病的话 这些思路 你都得有 越要温散 越要有活血 越要有行气 越要有化痰 起码这几个思路 是最基本的思路 至于到体内 像内经上 像这本篇所说的 至其淫移 或者化 或者化寒 或者化热 或者孕育成毒 那你要根据具体情况 至其淫移 你根据情况 再具体分析 但是主要的思路 是要有啊 那么凝结了 凝结了 对 咱们还可以用软间散结 因为它凝结成块了吗 这都是我们中医常用的方法 所以这是作为 从它的病因 病基上 从本段的理解看 那么对于这类病的治疗 那就是应该这几个思路 都应该去 都应该有了 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来实质 现在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